大家好 这里是天阳玄机啊 我们来看这个有关生肖的一些这个运势啊 生肖龙啊 在之前的一段时间里啊 由于自身的运势不好 所以在求财之路上啊 总会遇到一些各种磕磕绊绊啊 至于自己在生活中的压力呢 也是变得这个十分的巨大啊 使得自己的这个生活啊 过得十分的辛苦劳累啊 不过是在近期的五年之内啊 生肖龙的人呢能够财库大开啊 财库大开 财库大顺 以后的日子里啊 生肖龙的人呢 事业财运双丰收啊 或许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 生肖龙的日子过得不好 但是这个之后五年是容易翻身啊 这是根据他的一个 这个生肖的这个 生肖的一个八字 来看出来这一方面的运势啊 那么生肖狗的人呢 本身的运势也特别不错啊 财运特别的 这个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属相 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啊 他对待工作 对待事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由于运势的欠缺啊 生肖狗的人呢 在这个生活当中压力也是比较大啊 不过在近期五年之内 生肖狗的这个风水命局啊 是风水轮流转啊 转到这个生肖狗上面来 他只是这个 这个近期的运势不好啊 有这个天才吉星庇护啊 那么再加上风水命局当中啊 也能够迎来金金亏啊 金亏吉星的保护 那么让这个这个生肖狗的这个财运呢 也是得到一个加持的作用啊 还有就是生肖马 生肖马绝对是一个很聪明的 而且还有能力的首相 在这个之前的一段时间里 也就是对待工作比较精心尽力 但是自身运势的欠缺啊 生肖马生活也是 这个过得十分的辛苦 但是在也是一样的 在近期五年内啊 属马的人啊 风水命局当中啊 更是能够迎来五行摧柴之力 六合太岁的生财之局啊 那么到时候呢 不管是求财还是求运 都是顺风顺水 这是生肖马狗和生肖龙的几个 一大特点 那么所以说属于这些生肖的人啊 这个没有 这个说日子不太好过啊 近期需要注意一下 可能会有一些转运的情况发生啊 好了有关这个八字啊 这个生肖方面的就分享到这里啊 如果是有这方面 八字首相面相方面的困惑 可以看一下片头片尾 我们下期再见